網絡博弈 中國網絡自由觀察第一站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络博弈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安 我们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欢迎各位的收听 美国推特网账号 中国文字域事件盘点的管理员王先生 最近公布了一份跟新冠疫情有关的 因言获罪案例名单 这个名单记录了今年上半年 他所收集到的546个 因在社媒上发布跟新冠有关的信息 而遭到惩处的案例 其中除了已被媒体广泛报道的 武汉医生李文亮 北京律师陈秋实 武汉公民方斌 以及原央视主持人李泽华以外 绝大多数都是无名小卒 他们因为在社媒上发布 跟新冠有关的信息 而遭到了拘留 信件或者免职 等不同程度的惩处 今天的网络不易节目 就请听我对推特网账号 中国文字域事件盘点管理员 王先生的专访 专门谈一谈他所公布的 这个跟新冠疫情有关的 因言获罪546人名单 王先生您好 您非常注意观察中国的 因言获罪的案 那现在据您统计 从中国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开始以来 跟新冠疫情有关的 因言获罪的案例是546个 这个拒织您是怎么样收集资料的呢 这个主要的收集方式 就是通过政府啊 或者公安局 他们的自己在各个媒体平台上的账号 以及新闻媒体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都是从公开渠道获取的 您的统计的跟武汉专题有关的 因言获罪的这个500多位这名单之中呢 第一位就是武汉中心医院的李文亮 它是1月3号在微信群中发表的是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 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 是冠状病毒具体还在分行 首先不仅仅因为它这个案例具有标志性 其次这也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和这个疫情有关的第一例 当时说一共有8位医生在武汉 因为跟这个微信内容有关的 有8位医生都遭到了公安机关的制裁 那您在这都已经包括在内了吗 因为其他8位医生的那个信息 我也试着去查找过 但是始终查找不全 所以说没有收录进去 那就是说您现在统计的这个数字 并不见得就是所有的中国所有的数字 对这个不可能是完整的 这个只是报道出来的一个小部分 光是已经报道出来的 我都还没有收集权 更不说还有一些没有报道的 那你上面集中的第二个案例呢 就是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位网友 他的名字叫泡沫初夏 那么他是在网络上发表了这样的内容 新型冠状病毒 没事别往武汉跑 非典来了 把你自己都照顾好 已经死人了 基本在武汉上海深圳 但是新疆已经死了一个人了 他所得到的处罚是教育训诫 对 像这样的情况 你为什么把它归为是因言获罪的案例呢 其实不仅他这个案例 你可以看到这500多个案例里面 相当大一部分 他们的言论真实性 好像看起来都有点问题 好像真的就是谣言 但是呢 从法律角度上来讲 要处罚谣言 是处罚不了他们的 因为我们只能说是造谣是不对的 但是是否构成违法的 从法律角度上来说 是很难给他们惩处的 因为即便按照中国的法律的话 对谣言的定义是 要么你是自己故意编造的 要么就是你明知虚假还传播的 但是在现实中 你是几乎是不可能证明得了 这个人是否是事先就知道是虚假的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口袋罪 当局最在意的就是 你的这个言论会造成影响 造成不稳定 所以说他就把你给抓了 甚至有一些谣言 所谓的造谣案 报道出来就是以造谣的名义报道 但事后又被证实了 这种情况都是大有存在的 所以说我认为 这些因为造谣被处理的人 其实也是有点冤的 跟新疆有关的 还有一类新疆乌鲁木齐的网友 他也是今年1月21号的时候 网名叫燦 燦烂的燦 那他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就是说 乌鲁木齐已经出现肺炎死亡病例 大家最近不要到公共场合去了 遭到了教育訓诫 那么还有些人呢 他就是社媒上呢 可能是有一点恶作剧似的 有一位浙江温州的网友 陈某 他在1月22号的时候 他就说 我刚从武汉回来 并且发烧咳嗽 贴巴上发的 那个这个证实是一个恶作剧 那他就被行政拘留了 那这种情况属于姻缘或罪吗 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讲 是有明文规定 他这个有理由处罚他 但是如果说按照国际标准的话 他这个是明显不能认明他有罪的 因为中国法律 他说了 就是你以编造疫情灾情 险前的方式来扰乱公共秩序的话 有明文规定可以处理你 但是这个到底所谓的扰乱 公共秩序是否真的扰乱了呢 这个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的 所以说这个从法律上来讲 也是有一点点问题 那从被处置这些人来看呢 就是等于是全国各地都有了 比如说重庆呢 有的网友就是写的是说 重庆沙平被江北区与北区开始管制 这是1月23号 他呢就遭到了行政的拘留 兰州啊河南啊 湖南广东各地都有 说明首先中国的民众 它的辟谣能力和所谓的造谣 这个爱好都是不少的 而为什么呢 很直白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公信力的问题 而在中国因为大家都知道 媒体有隐瞒不和谐事件的这个习惯 也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信息不透明的环境 所以说才让谣言有了课程之意 从你统计的这个名单上来看 1月22号 23号 24号 25号 26号 这几天各地啊被警方处置的 是训诫也好 拘留的也好 这些人特别多 那为什么集中在这几天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好武汉宣布封城了 也就是说正好从这个时间点开始 中国民众才意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 才开始恐慌 所以说中国当局 他就采用了那个很大的力量 来遏制这种恐慌情绪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专题节目 网络博弈 小安主持 请继续收听 王先生 还有的民众呢 是因为发表诋毁辱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 及图片 诋毁政府的抗议措施而受到惩处的 比如说3月2号天津 有一位张某在微信群上发表了70余条 被官方认为是这样的消息 他被判刑8个月 这个刑期还不短呢 对 这个案例也可以说是很有标志性的 因为当时在中国那个抗议还是很紧张的时候 像所谓的只要是质疑他们的都会损坏他们的攻心力 也会进一步增强民众的恐慌 所以说他们才下了狠手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 这个张某棠从抓捕到判刑 因此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抓捕判刑了 而其他疫情期间 因为疫情有关的因缘或这个案件 也一样都是非常快就判刑的 这个非常罕见 这也就是正是表明的 就是中国政府来打压 要维稳的这种决心 那这个案件你是在中国的法院文书网上发现的 是2020年金就是指天津了 0102刑出65号 这个是他的这个文书网 判决文书的编号是吧 对 那么还有的就是说 微信呢有一个人发了一条消息 其他转发同一消息的人就都受到制裁了 比如说在辽宁的丹东3月6号 一位余某他在微信群上转发了一条信息 也就几个字了 宽店确诊女患者已死亡 那其他还有转发的 一共有4人都受到了惩罚 有一个是拘留5日 还有一个行政罚款 还有两个教育训诫 这样的案例也可以说是非常多的了 而且这种案例 即便是按照中国法律的那个自明意思上来讲 都属于英年或者 如果说当局严格按照那个法律自明意思来执行的话 是无法触罚他们的 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你要事先传谣的话 你是事先知道它是假的 你再传播那才能算是违法 但是从现实情况下来讲 他们在网上看到说哪哪哪死人了 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去核实 是的 受惩罚的这些民众呢 他们发的是媒体平台来看的 也基本上各个平台都有受惩治的 比如说有微信 有贴吧 有微博圈 有QQ 快手抖音上也有 但最主要的还是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 那么刚才我们谈的这些消息呢 都是说好像是跟新冠肺炎有关的一种 用中国官方的说一种比较负面的 可能会产生一种恐慌啊 让人不好感觉的一些信息 那么看您的这个统计名单上 也有的人发的这个信息呢 似乎是比较正面的 比如说在3月7号湖北广水市 一位蔡某 他在微信群中 他就发了信息是这样的内容 说是特大喜讯 11号准时开放 广水市 所有的病人都转到武汉去了 前天转走的 现在正在消毒 那还有一条消息呢 在3月11号 辽宁大连周某 他在微信群上说是 3月16号居民出行正常化 17号公交正常化 18号逐步企业生产和市场经营正常化 22号重点场所正常化 25号机场高速动车国道正常化 那他这个就是受到了行政拘留 那他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疫情相关抓捕的人这么多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这是绝对是高层下达了很严格的命令 要非常严格的来抓这方面的所谓谣言 下面这些基层的那些警察 他可以操作的空间就不大了 而他们在执行的时候 他们这个尺度也很难把握得准了 他们就说可能也不会再去具体分析 这个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错的 是不是还有悬念 是不是造成好的结果 总之只要跟疫情有关的 只要不是完完全全官方发表的 只要能造成恐慌的 他们基本都会触犯 还有一位是上海的张展 他是在5月15号 是在YouTube上面 在美国的油管网站上 他发表了一些东西 他也遭到了承受 对 他就和什么陈秋实 方斌 李泽华之类的 是非常知名的异议人士了 他的那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当局对他那自然 也是早已经把他看成了严重兵 对他的处理 当局自然不敢像处理 其他的网民那样随意 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所以说才把他刑拘了 让陈秋实和方斌他们消失了 还有一些未成年的人 也会遭到惩处 看您这上面的这个名单的记载 是在江苏徐州4月5号 至少有三位未成年人 因为在QQ上面发表一些言论 还是都跟玩游戏有关的 因为那天 中国是把4月4号定为 这个新冠疫情的攻击日的 就是那一天是 全国所有游戏停伏 直播都停播 用来悼念 就是那些死亡的患者和医护人员的 他们发这些原因 主要就是因为那天游戏停伏了 所以说他们才产生的抱怨 有的可能抱怨的 言辞偏激一点 但是有的是非常非常正常 甚至温和的抱怨都被处置了 这个就和去年国庆节的时候 抓那些所谓的入国言了一样 这些被逞出的人的这个身份上来看呢 有一位是黄石市中心医院的副院长 他是在4月1号 他叫于向东 他发了言论是说 对戴口罩居家管理 封城等临时措施 以及安徽支援12吨中药材等问题 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 他是被免职了 对对 他本身他就是体制内的人了 因为中共对体制内的人了 管控了自然是更加严格的 绝对不能对党不忠诚 更不能对上面说的话 有不同的声音 那么在北京呢 也有一些人被惩处 像6月20号这一天呢 北京就有5例 根据您的这个名单上面的统计 一个叫谭某克 姓谭的他在微信里面私聊 新发地8300人检测结果 5800人阴性 其余2500人阳性 这个比例太恐怖了 然后还有一个人就是转发了这个信息 他们就都被行政拘留了 这是在前几天 北京的这个新发地的市场 出现了新冠病毒的疫情的时候 这是这些人发的这个言论 所以就是说 他还是在微信私聊里面 所以这个微信 他就是根本所谓的微信的这个私聊 他也没有什么隐私 对的 这个在中国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那您未来希望中国在这方面怎么做呢 首先我当然是希望 他能够从一开始就做到那个公开透明的 听众朋友 自由亚洲电台网络不易节目 关注中国网络自由 今天的网络不易节目里 感谢美国推特账号 中国文字域事件盘点的运营者王先生 为大家介绍了他所整理的 跟新冠疫情有关的 因缘获罪546人名单 在他看来 这些人都是中国钳制 网络自由言论自由的受害者 好的 欢迎大家在网上转推 我们的网络不易节目的链接 我的推特脸书账号都是小安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